视频开始之前先透露一个小道消息 周深将分别于1月2至4日 8至10日 14至16日在长沙录制生生不息嘉年华 其中一期为新春特辑 昨晚杨帆启航2024大湾区新年音乐会现场 周深演唱《人间星河》融入梦幻曲 并与王涛的单黄管交织 歌声与弦乐相合 通透的歌声仿若穿透星河洒向人间 周深的歌声沁人心脾 悦耳舒心 大家都知道 31日晚上的跨年晚会 周深一人参加了四个平台 有十首歌 加上一号晚上的大湾区新年音乐会 总共五平台十一首歌 当然这没算提前直播的抖音美好业 没想到的是 跨年劳模周深不仅负责舞台输出 也承包了售后服务 跨年晚会后 周深连发五六条微博 宣传转发自己在各大平台的舞台 了解周深的都知道 即使平时演唱影视剧OST 都会在微博和各种活动现场 对影视进行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宣传 这样真诚又配合的深深 哪个甲方不喜欢呢 每次上舞台都一定会紧张的 之前的演唱是跟张岩老师一起合唱 是合唱的歌 所以各个地方难度会大一点点 谢谢大家 唱完火初开灵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问题 进 你好 这次来泰州参加养殖跨年晚会 而且两次有什么区别吗 有一个最大区别就是这一次来的时候 天气没有那么冷 我都已经带好了所有厚的衣服来了 结果没有晕上 结果可能这种泰州的朋友们太热情了吧 如果未来有场会 会考虑来泰州吗 有机会的话肯定会愿意来呀 我觉得就这里吃的真的挺好吃的 而且每次来都会有一种不同的印象 上台前你一般做什么准备 我觉得上舞台之前最重要的是前一天睡好 然后要吃饱要吃米饭 这是我的习惯 很多网友都说灯火里的中国 也算是90后的难忘计较了 你怎么看 我不敢 谢谢各位网友 你们撤回那些评价吧 东里的中国对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它是我第一次登上春节莲花晚会的歌曲 让很多我意料之外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我的声音啊 其实每一次的出现都是在比较有意义的舞台上 那包括这次来到咱们央视的启航2024 你是爱言还是义言 因为我呢我真的是性格比较内向 真的吗 嘿呀我嘿呀 好嘞 再帮我们拍一张 好嘞 我的这份工作啊 也不能让我那么那么放心的当一个哀人 哈哈 周深那些小剧场 我要不要去打招呼 我不打招呼会不会不太礼貌 打招呼会不会打扰到别人 有个评论师的很对他说我其实有点比较像是社交自觉者 自觉社 社交自觉的行为 对 听诀 老师好 您好您好 我是您好您好 您很开心见到您 您先忙 老师好您先忙您先忙 第一次见面希望您多照顾老师再见 我就溜走了 给礼貌的打完招呼之后 躲在角落 爱言挥手 爱言回到自己的角落 刚进入2024年 周深就接连被点名 虽然过了跨年的分身有数 但却好像更忙了 首先 新华社直属事业单位 瞭望周开社 在新年零点就发布了和周深一起祝福大家元旦快乐 试试顺心的视频 接着 微博开新年的官微发布了 由周深配念白的2024微博开新年品牌宣传片 并特别指出声音出演周深 周深也发布宣传了这一消息 并配文说 我居然觉得旁白读的还可以 有没有 小编想说 那必须的 另外 人民日报直播了江苏卫视的跨年 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在所有的跨年节目中 人民日报仅仅转发了两个舞台 一个林雨春 一个就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京 并说 动听的演唱配合梦魂的舞台效果让人沉醉 而且是舞台一结束马上就转发了 还有新华社也仅转发了两个跨年舞台 其中一个就是周深北京卫视演绎的乌兰巴托的夜 并配文低沉的呼迈与空灵的吟唱交织 草原之美仿若眼前 还有周深刚刚发布的新歌《浮光》 刚刚发布就被中央电视台国防军事频道官微 用作了升起2024年的第一面国旗视频BGM 不能说适配 只能说简直是量身定做的一般 视频也同时被中国战略支援 军事频道 军事官微等转发 生米们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舞台歌曲 大佬们已经开始使用了 说明了什么 小编不说 大家也应该明白吧 感谢周深的歌声陪伴和治愈着我们 最后在评论区说出你对深深的祝福吧 你想怎样开启新的一年 零点的钟声响起 散落在各地的我们 正以一种新的方式 相聚 健康平安 多多挣钱 快乐做自己 当小小的心愿被更多人听见 会不会更容易实现 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第一场见面 第一桌团圆 那些留不住的美好瞬间 就让文字和照片 替我们保管吧 又到了交换祝福的日子 屏幕一亮我就知道 这份对彼此的惦念 不会迟到 七年的快乐 也可以很简单 只需要一条微博 就能开启一场天南海北的聊天局 一场久违的相聚 也能被突然到来的惊喜点燃 因为红包一到 年就来了 每一件开心的小事 都将成为美好新年的开始 在微博 一起找到无数种新年的打开方式 让新年更开心 二零二四 上微博 一起开新年